出來空檔 有別速度 加盟高雄鋼鐵人首秀得二十一分 吸引超過五千三百人進場看球 幫助球隊只敗 奪勝 待望周邊商品 來到周邊商品區 球迷逛一圈 停留最久的地方 就是掛著林書豪七號球衣商品區 球團卻接獲檢舉 市面上出現仿冒品 紅色這件的話 也是目前仿冒 算是市面上流竄最多的款式 因為這也是鋼鐵人本季 最主要的主戰 主戰球衣的款式 紅色為底主戰球衣 堪稱最暢銷商品之一 和網路上流竄的 仿冒商品比一比 正版球衣的熱轉印 球隊英文標準字 尺寸標 專屬吊牌道材質等四大特徵 仿冒品通通看不到 目前網路的賣場 已經關閉下架 他在大小Logo部分 小的部分是用這個 腳轉熱轉印的部分 那在大Logo部分 會是會有這個榻榻米布料 而且這個色澤是非常鮮豔飽滿的 林書航從加盟到手銷成績 都是話題 不到一週時間 周邊商品在實體店面 和線上銷售 累積金額超過五百萬元 球團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呼籲球迷支持球員 別選仿冒品 3D新聞通通 上銷售一文 高尚報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